之後的話 再來其實你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另外一個 這個Google的雲端 這個Google的雲端的話 比如說我已經知道說我的時間走 比如說9月5號這一天 那我想要回頭看一下 當天我到底拍了哪些照片的話 那其實還可以運用什麼 運用這個Google裡面的Google的相片 其實應該Google相簿吧 他名稱好像有時候不太統一 那特別注意上面的這個 雲端上面的 這個程式 其實手機上也有 也就是你將來如果你 你不用電腦上面的這個畫面 你用手機上畫面給我也沒關係 反正兩邊是相通的 雖然看起來好像是不同的東西但是實際上 是一樣的啦 OK 那比如說我想知道什麼 那一天9月份我到底去拍哪些照片 其實我就可以利用Google相片裡面的功能 然後他這邊有時間走 我把它移動到 2019年的 就是什麼呢 2019年的9月的那個月份 9月的那 這樣我去9月9號吧 去一根 那個船屋那邊的時候 哇整個看到心情 回憶 整個又慢慢就湧上了 感覺好像又好像回到 那個地方 因為那邊 不是覺得還蠻值得去的 那邊 有那個免費的腳踏車可以讓你騎 你只要找到那個腳踏車停的地方 那再來你還的時候也還到 那個免費 他那個免費的那個腳踏車停車的地方就OK了 那我們那一天呢就坐 坐車道那邊之後 就在那邊 就是 很悠哉的就騎著腳踏車 然後在那個 船 那個 附近 去 去那個 到處晃 大家看了哪些東西 其實我就把它拍照下來 你看這邊 那邊到處就有這種 海鷗在那邊 你也有人在餵食 然後 從底下吧 從這邊 那回頭看 他就 就是這個這個一個 簡單的地圖 然後呢 我們也到了那個 剛好也是下午的時間 就 這個這個到 找了一間還不錯的餐 餐廳 然後就在那邊下午茶 那個 那家餐廳 好的地方就是說 他的view非常的棒 直接整個就可以看到 整個 這個 一根的船屋 就大概長這樣 那我把整個全景就把它 稍微掃一下 好 那 那邊的水 我覺得真的是乾淨到 可以看到 那個整個底下 連魚在游動的那個樣子都其實可以 完完全全可以看得出來 OK大概 把它稍微掃一下 那 這邊的話就有他 我剛提的那個免費的那個 腳踏車 你可以到這邊 然後 卸的腳踏車 而且 那邊我覺得 他們 我覺得日本的那個 這個 人民的素養 其實相對的還是算 蠻不錯的 所以你會發現 即便是那個是免費 但大家其實還蠻愛惜的 騎起來其實還蠻不錯的 那我們就借了這個腳踏車 然後就還 還這個 整個海邊 然後繞了一圈 那我們是坐這個巴士 就是 搭了那個火車 然後再轉巴士 我這邊做一些紀錄 然後這個是天橋曆 然後 就做了 攬車吧 反正就 整個 回頭看 其實也 都可以 就 這邊是 這個什麼 海鷗的餵食 你只要到那個 那邊買了一個 類似蝦味鮮的東西 然後這個海鷗就會 飛 就會那個 飛下來 然後去 吃你這個 那那天其實我也試了一下 差點被咬 OK 蠻好玩的 類似像這樣 其實我太太是有幫我拍了一個那個 那個 影片 只是我好像沒有放在放在我自己的那個 相簿裡面 類似有這種功能 那我剛有提過 每一張相片本身 都會有一個information 所以這邊有個IM 資訊 那你會發現這個資訊裡面的話 會記錄當天 比如說呢 這張照片 他是幾月幾號拍的 而且是 就是 就是 時間 日期跟時間 另外他的解析度這邊也會出現 然後拍的相機 這就是手機啦 然後光圈 還有他的ISO 另外他的快門 快門其實這邊出現 另外的話還有什麼 GPS位置 有沒有他概括 的位置 實際上這個 這個是一個GPS 裡面應該是有一個GPS 它裡面應該是有個GPS坐標啦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 你把這個相片傳到 那個Google地圖上面的話 那他就會幫助 我們做一個 地點的修正 大概是這樣子 那所以 整個做完之後的話 那 其實就很清楚了 你可以記錄 很多你的生活 那最後 我是希望 這個作業呢 就是 主要呢 第一個 請各位利用所謂的那個Google地圖 然後把你目前的 這個你的貢獻也許先把它記錄下來 也許今天 然後呢 在兩週之後呢 也許看 有沒有增加多少 讓我知道一下 你到底 做了哪些事情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那 再來的話呢 就是 也利用 除了Google地圖之外 也在利用Google相片 或者Google相簿 那 如果你是用手機版 或電腦版 都可以 那最後的話呢 請你再利用那個 所謂的截圖功能 你也許 可以用 我提供給各位的這個 FastStone的這個 截圖工具 或者是說呢 如果你用不習慣這個 你用手機上面的截圖功能 也OK 沒有問題 但是呢 請你把這個結果 放在哪裡呢 請你在你的 雲端硬碟 雲端硬碟裡面的話新增 記得 我希望用的工具 你不要用Word 或者是Excel 或PowerPoint 你乾脆直接用雲端硬碟的 這個 角膠資料的話 也許你用Google 雲端硬碟裡面的 文件好了 OK 你就把 相關的 畫面記錄截圖之後呢 你直接把它貼到Google文件上面 去做 呈現 那將來的話呢 你就把這個文件 角膠給我 那角膠的方式也非常簡單 一樣 共用 有沒有 共用的時候呢 這邊呢 你就是吧 把底下這邊有一個叫做 變更 取得連結 變更一下 因為他預設的話 應該是 限制的 假如限制是別人看不到 你就把它改成 這個 知道連結的使用者 那 這個地方的話呢 如果 只是要給 給對方看的話 一般都 檢視 你不要把它改成編輯 如果改成編輯的話 那對方呢 就可以修改裡面 文件的內容 OK 我們用檢視好了 那這個時候的話 就會產生一個短網址 有沒有 跟這樣 長的網址 那這個網址 其實太長了 所以通常 把這個網址 複製 最後 給我的東西 一樣是 利用什麼 GG.GG 這個縮短網址 服務 請你最後呢 再把這個Google 文件 裡面的東西把它複製 然後貼到 GG.GG裡面 把它產生一個縮短網址 看你是要自己定義一個名稱呢 還是說直接就縮短 都可以 那並且給我一個什麼呢 QR Code 就是 最後呢 我希望得到的就是一個短網址 加一個QR Code OK 主要是這樣 我把畫面再還給各位 也就是說大概歸納出來就有這個六點 第一個 請你先把今天的你的原始的 在地想導的那個積分截圖 第二個的話呢 最後呢 也許你就兩週之後吧 那當然你 至於你要去哪裡 去哪裡 其實也不用跑太 不要因為說 為了要這個課的作業 你特別還跑去 很遙遠的地方 那旅可以很歸 沒有 附近也可以啦 其實你會發現 我們附近已經夠多的 景點的 只是說你沒有發現而已 那最後 第二個就是你給我 也許是兩週之後的那個 這個這個什麼 積分的截圖 然後第三個的話呢 我希望 如果可以啦 你就開啟一下 你的GPS功能 把那個你的時間軸 那個位也截圖一下 讓我知道一下 OK 那裡面當然 就是說 應該沒有隱私的問題吧 有嗎 OK 如果你覺得這有隱私權的問題 你就不要付啊 沒關係 因為這這個部分的話 一單 就看個人好了 時間走 如果你擔心說 我會知道 你有一些 這個 一些其他行程的話 OK 那第四個就是你的那個Google相簿的截圖 啊你不用全部 給我那麼多 你讓我知道一下 你有使用到Google 相片那個部分 就可以了 類似像我這邊有個截圖 有沒有截圖就OK了 然後最後的話呢 再讓我知道一下 你用Google 這個文件喔 你不要用其他 不用Word 你就直接用Google的文件 直接用 所有的用雲端 因為我們這個課程是雲端應用 然後呢把 這相關的東西記錄下來 然後做一個簡單的心得的說明 比如說你用了這些雲端的功能之後 有沒有哪一些 你覺得最最值得一提的 哪些功能 是真的是你以前沒用過的 所以你會覺得對生活 會非常有幫助 OK 那還有哪一些是不足的部分 比如說 Google Google的相關的雲端功能 好像還有很多地方是很弱的 或者是說有沒有什麼缺點 會造成說你的行蹤外露 變你的另外一半就已經都知道你到底要幹嘛 OK 之類的 或者說有沒有什麼功能 可能應該有 但是他卻不存在的 OK 你也可以想想看 會不會將來有 最後繳交的話 就給我一個什麼 短的網址 加QR Code 也就將來 你記得 你那個共用的時候 你記得 不要像之前有同學 這個連結還是給我按限制的 然後連進去發現說 沒有辦法存取 因為這是私人的 記得一定要把它打開之後 再把這個網址縮短 然後給我 縮短網址 加上QR Code 這個部分 可能要注意一下 大概就這樣 那這個資料 我這個資料 我將來也會把它 貼到那個 作業區裡面好了 OK 畫面 應該OK吧 這就是 我們今天的 練習作業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下一堂課的話 就可以各位做 這個Google的 這個 在地想要練習 所以 應該 因為你們還是需要 如果 已經有想法 想要去哪些景點的話 那你現在就可以開始 其實 光那個我們大樓 123456 每 每個館你都可以去照個像 然後上面評論一下 有沒有 自己學校本身也可以評論一下 餐廳也可以評論一下 附近的光 那個餐廳 哇 那你就幾乎 每個地方 評論一下 評論一下 OK 那你會發現就已經 增加的分數 就非常非常多了 OK 所以 下一堂課的話 就是給各位做那個 這個做練習好了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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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